近日,肖战被离谱恋情传闻,干扰得不胜其烦,不得已再次发出声明,明确告知大家自己单身。 肖战方称,肖战单身也算是如今的内鱼一股清流,就像粉丝说的那样,单身这两个字不烫嘴哈,有底气的人不怕宣之于口。 明明是肖战,就最近各种离谱消息进行辟谣,却后续跟进了一系列妖魔鬼怪的表演,有他家明星粉丝,因为自己偶像有劲爆新闻爆出,就拉着肖战头来挡枪。 自家明星有大瓜,谁爆料就找谁去,往别人身上泼脏水,来转移大众视线也是一绝了,肖战背锅侠实锤了,肖战单身声明发布后,还有各路的CP粉纷纷破防,上演脱粉戏码,从肖战打假小队。 到肥虾意见部,到肖战工作室,其实一直都在说肖战单身,并且多次辟谣,可是有些人就是选择视而不见,听而不闻,谁阻挡了他们磕糖,就是他们的敌人,就是肖战本人也不行。 你说这是什么道理? 粉丝们也说,我们不是不接受肖战结婚生子,只是不接受他明明单身却被造谣,让某些人踩着肖战吃红利。 以后,肖战一定会遇到那个他深爱的女孩,会结婚生子,我们会真心祝福。 那语有几个敢大大方方直接说单身的,不含糊不拐弯抹角,但就是有些装傻充愣,虎脚蛮缠的人站出来说,除非肖战本人出来发声明,否则,谁的声明都是假的。 还有的粉丝被近期不识消息带了节奏,上演跟风脱粉回彩戏码,一向坦荡的肖战也是够惨的。 谁有没有资格站在上帝的视角,对别人进行评判,更没有资格靠自己的意想和喜好,对一个无辜的人进行精神的凌迟。 肖战维权盲盒,恐怕还要继续开起来。 现在,大帅哥各项工作都在有序推进,他早已不是2020年任栽赃陷害的肖战了,相信稳步向前走的时候,也一定会保护好自己,成为那个有点锋芒的善良人。